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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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答案了 冰淇淋归我喽 幽幽龙 是我们小神探侦察队 一起找到的答案 可不是你自己呀 这什么 你们两个来拿呀 谁拿到丢给谁 那是什么 一个空壳 这是什么虫子的空壳 我怎么没见过这样的空壳 里面的虫子到哪里去了呢 它不会被别的动物吃了吧 要是被动物吃了 这个壳就不会好好的了 我们不是小神探侦察队吗 我们一起来找答案好不好 好 现在小神探侦察队 怎么完成任务呢 我们可以先看看 从哪些方面来找 我建议去图书馆找 那里的书上有很多昆虫 很快就能找到的 还不如在附近找呢 说不定就在某个角落 我看就在这里懂 既然来了一只 就还会有遛一只 你这是偷懒吧 对了 这叫什么成语来着 守住带拓 什么守住带拓 我这叫保护现场 小神探说的 既然这样 我们就分头寻找吧 这样也好 我们分头出击 看谁能最先找得到 我应该从哪里开始找呢 既然是树上发现的 一定是喜欢树的昆虫才对 奇怪啊 明明是在树上发现的 怎么树上的昆虫都没有呢 啊 扎到手了 啊 好痛啊 你们昨天找到答案了吗 什么都没看到 还让螳螂扎到手指了 什么扎到手指了 哎呦 疼不疼 疼不疼 这点小伤不疼 你昨天发现什么了吗 什么都没看到 你昨天不会射着了吧 哪有 估计还做梦了吧 对了 游流龙 你找到答案了吗 我也没找到 虫壳在树上 但所有树上的昆虫我都看了 没有 树上的昆虫 你看的是能飞的 是啊 我记得它没翅膀啊 没翅膀 怎么到那么高的树上呢 没准像螳螂一样爬上去的 有道理 快来看 又一个虫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什么昆虫 好神秘啊 天气这么好 我才不想研究什么空壳了 管它是什么昆虫呢 我们还是去踢球吧 我也想去踢球 但是 别忘了 我们是小神探侦察队嘛 小神探侦察队 就是一定要把事情弄明白 游游龙 我们继续调查 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嗯嗯 好吧 我也不去踢球了 不过 我昨天真没看到有虫子 这棵树上也没有 除非它们是晚上偷偷摸摸出来的 如果是晚上出来 那什么昆虫晚上出来呢 要不 我们去图书馆找晚上出来的昆虫 好 这些都是晚上出来的虫子 你看看这个像不像 不像 那个虫壳没有尾巴 看看这个 我们在这里等着 很快就天黑了 说不定 能看见它出来活动呢 好累啊 跑一天了 想回家 好饿啊 跑一天了 想吃好吃的 听着 我们不能放弃 只要我们探究下去 一定能找到答案的 我们问问盈盈老师不就知道答案了吗 是啊 盈盈老师懂得那么多 她一定知道 别人告诉的答案 是别人的成果 不是我们的 好像有些道理 如果没有人自己寻找答案 如果没有人自己寻找答案 就不会发现新的知识了 我们小神探就是要自己寻找答案的人 那些发现知识的人也都是小神探吗 是啊 他们都是小神探 猴瓣虎 我们眼座发现知识的小神探 好惯啊 好饿 要不 我们先回家吧 明天早起 说不定 有什么新线索呢 好 又一只空壳 悠悠 你起得真早 看 又一只空壳 看 那里有一只大昆虫呢 这只大昆虫 我看书的时候好像看到过 这只大昆虫 是不是跟空壳有关系呢 他们俩形状不像哦 虽然不像 说不定有关系呢 能有什么关系 比如说我们俩也不像 但一说起我的好朋友 不就有你了吗 还真是 小神探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线索 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查 好 找到了 快看 就是它 这个大昆虫叫蝉 人们也叫它知了 我们再看 它和空壳有没有关系 快看 是我们看到的空壳 快看 原来知了是从空壳里出来的 哇 好神奇 空壳叫什么名字 哦 蝉蜕 哦原来知了是蝉蜕变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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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蝉蜕蜕从哪里出来 地底下 为什么啊 你看它的壳上还带着泥呢 嘿嘿你好聪明 我是小神大嘛 哦 快看 我找到蝉蜕的窝了 你怎么知道这是蝉蜕的窝啊 你没看到这个小窝里面有个大洞吗 正好跟蝉蜕一样的 爬到树上也正好 登登登 哦 我看 出来了 嘿嘿嘿 终于让我发现了 我是小神探 嘿嘿 我们都是小神探 我们都是小神探 妈妈也滴着头 微笑着问我快乐吗 叫小小疼开心的跳动着 这样心情不会差 暖风把我送回家 一路上哼哼唱唱快乐习惯 太阳走下了 走下了 在这一刻 手牵手一直这样走 在风中 在地中 在这个世界的变化中 陪伴在你的身旁 我喜悠悠 在心中 在爱中 在彩虹之中 我们拥有童年的梦